永远也想象不到 辣妹的家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河台刷 甲皮冰 可以当按摩精油的香薰蜡烛 蛤 这些东西看起来有多奇怪 用起来我就有多爱 尤其是这个CV Chic香薰 它这个主要不是 而且是气味的痛快 我以前买的香薰都是那种 连柱型的 但是它这个是低饱和的配色 加上想方块的事情 挺特别的 所以就一下子 就把我这个眼睛也抓住了 就算说是放在那里当摆事物 我也会觉得好好看哦 我手上这个是薰草的味道 我多数把它放在卧室里 就我每次早上找出来 我都会闻到这个味道 我就会觉得很治愈 就好像说 我看这个味道了 薰草原 这个的酸酸会比那种 100多块钱的还要好 而且它味道是那么淡淡的 不会冲 就是很注黏 是我每个美女能够拒绝这种 能让我们睡上美容价的小东西呢 还有另外一个味道是 水松 我好喜欢这个蓝色 我是把它放在我们家口庭 看这个包装 还有看到名字 就觉得它的味道 肯定就很难伤 它的味道就很像那种 洒过雨的空气 就很清新 真的很好闻哦 就很像男生身上的香水味 每次回家进门 就会忍不住 多吸即可 当然家里香了 身上也不能辣大 毕竟我们是一样美 这个呢 是另外一款双克的蜡烛 它长得比刚刚那一款还要特色 它的蜡油 居然是可以用来 涂抹身体给自己做喜怕的 因为它这个呢 食物精油做的 光是一点 我就觉得它很耐心 不过你在用之前 可以先小试一下 好就过敏 还有 请问我们要在点燃的时候 第一层我们的鞋上 硬直完火 我们家真的是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想要看的 好啦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问我 铃铛为你带见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